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9月9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6日上午 动车第3142次从福建莆田站缓缓启动 这趟列车三车3F座位上的旅客 一下子引起了众人注意 她是首次坐动车巡安的海上女神 梅州妈祖 让外界惊奇的是 妈祖竟持有10名车票 原来早在2017年 妈祖就有身份证 还买过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的 实名制飞机票 梅州妈祖当天乘车的目的地 是江苏昆山 6日至12日 梅州妈祖祖庙携手台湾陆港天后宫 以及江苏昆山汇聚天后宫 共同开展2019年海峡两岸 妈祖文化交流即梅州妈祖 寻安布福江苏上海活动 此次梅州妈祖寻安布福的苏南 上海一带台商台包众多 活动期间将有绕境寻安布福 妈祖祭典 沉拜祈福等丰富多彩的妈祖文化活动 妈祖原名林默 是北宋时期福建海边的一位女子 热心扶威济困救助海难 去世后由乡亲于梅州岛上 立庙奉祀 千百年来被海内外华人 尊为忽悠平安的海上女神 据台媒报道 台湾大学学生会会长 图骏青一日在开学典礼上 发言提到香港局势 声称香港的命运 就正和台湾互相联系等 致辞曝光后 不少家长表示抗议 图骏青本人6日在社交网站发文称 一些家长打电话给台大校方 要求退回学生会会费 否则要找相关部门帮忙 或寻求媒体曝光 图骏青的言论在岛内也引起不满 有民众表示 讲话内容跟开学典礼无关 强迫所有学生接受你的观点 这就是台湾大学的教育方式吗 更有人批评图等职业学生 是为攫取政治权利 学生时帮绿党摇旗呐喊 鼓动闹事 等毕业就可以早点进入民进党当干部 过几年可以慢慢混进台当局 谋高职赚高薪 基本都是只想搭直升机上位的投机分子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